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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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铁少年团首次集集 左廊中制定了一个极调虎离山 府邸仇性借刀杀人离带逃将为一起的连环反监计 少年团逐个收割山河图守护神兽 交差时 左廊中暴露了真实身份 他本是戍边大将金安侯之子 十年前为保先帝身中剧毒 将军老爸为了先帝舍弃他 老妈送他去找神医师也死了 可怜的娃根本不想活了 被小苏云洛绑架 干脆躺平求死 反而吓坏了小姑娘 不行 你不想死 你想活的 明天想吃抽油饼 蜡豆酥 蜡肉 麻辣 蜡肉 干死的面 小佐同学又努力活了十年 在光明镇大偷看苏云洛换衣服时 确认了对方是自己从小喜欢的野丫头 从此成为苏云洛的根皮虫和苏云洛心理 十年寻要让他远离人情 根本意识不到郎中喜欢他 完成临时工任务 苏云洛立马根据线索提示 直奔郑阳公作为一个无编制土匪 什么土匪 人家也是有承担行业的 叫飞贼 飞贼 苏云洛都要失败 郑阳公为了引蛇出动 拿贺伟白当事件大会奖品 郎中先安排代打账号杀进总决赛 可代打不讲职业道德 比赛遇见前女友直接断网掉线 云洛还是得亲自上场 拿到贺伟白后 左倾次终于有机会把人拐回家了 结果老前辈拿郎中当小白鼠 测试苏云洛是否善良 要云洛杀了左郎中 才肯说西兰星夜的下落 苏云洛也真的就动了杀心 明明前一晚他还有点开窍迹象的 小左很委屈 委屈着准备烟花表白 委屈着继续当根屁虫 还好云洛没有真的下杀手 顺利通过人性测试 好不容易从西南学艺神教 拿到了西兰星夜 却未救云洛而被用掉 郎中瞒着云洛大胆骗婚 大婚当日 云洛得知真相 官烟差点变丧业 郎中翻遍遗述 终于找到新药方 最爱能挽回岌岌可危的爱情 可代价是郎中救完师父后 自己只能再活半年 或不担心 他的将军爹被邪宁侯构陷 为了保全守卫边疆的近北军 郎中只能眼睁睁看着亲爹被斩首 丧父之痛还没缓过来 又费命救师父 最后一叶白头 你以为他们俩终于能甜甜蜜蜜了吗 不 郑阳公和邪宁侯勾结 在江湖上挡头法椅 残害殷豪 师父请来后接入了郑阳公的真面目 却被当众刺死 左倾茨为了彻底挖解邪宁势力 假意投尘 带走了师父尸体 当苏月罗知道师父又被郎中偷偷救活了 他报恩救师父的任务终于可以放下了 你以为他们俩终于能甜甜蜜蜜了吗 不 左倾茨设计获得邪宁侯信任 假冒先帝身份进攻了 要当皇帝了 这回轮到苏云洛当根屁仇 两人计划好 让云洛保护当朝皇帝 让皇帝假死 左倾茨登基 然后干掉邪宁侯 结果谣言说云洛死了 左倾茨还要去邪宁侯的女儿 夫妻对拜 云洛安全归来 计划顺利进行 贤零猴被直接推塔 你以为他们俩终于能甜甜蜜蜜了吗 不 郎中之前救师父毒发 折寿 亲不资金开了救护车 折寿 为了完成计划 狠心克要折寿 现在的余额大概只够他走出这道宫门 好的 以上就是少年幽质一寸相似的大致剧情 总的来说 他没有我所期待的那么精彩 却依然是不很值得一看的剧 他的缺点很明显 部分节奏处理的不是很好 有的地方拖沓 有的地方又仓促 后期朝堂线的bug比较多 但是他的优点也很明显 真 用真诚的态度 打造了一个具有真实感的江湖 让我们看到了真情 这是一个穷得有良心的剧组 能看到他们在能力范围之内的诚意 比如磁雄莫变的女扮男装 诸火氛围很强的夜戏 辗转多地的石井拍摄 带来一个山水如画 全靈静燃 大漠不烟的浩米江湖 刀 剑 扇 鞭 拳 掌 或刚进有力 或行云流水 招式变化都有迹可循 呈现的是一个由武侠封运的江湖 尤其核心武器一寸相思 在实战中的遍体升级 是兵器给我的一大惊喜 他名叫一寸相思 既代表了男女主身上 个人与大义不可兼得的矛盾 也暗含了他们求而不得 又放不下的情深不受 云洛 是我的一寸相思 情之一字 对于这群身不由己的少年而言 既重于泰山 也轻于红毛 当左倾慈心无杂念 身无牵挂时 他明目张胆地喜欢苏云洛 化身流氓郎中 为了给云洛卸妆 可以短暂地独雅队友 独下自己 可以交托性命 等着云洛来救 可以用云洛心心念念的药 来套路他陪自己灌花灯节 但家国天下 也刻在他的骨血里 不同小人情世故的苏云洛 终于因为他懂得了情为何物 是你让我学会了 如何记住别人的好 是你让我懂得了贪恋和习惯 是你让我知道 除了救星师父之外 是我 还有苏云洛 我多想让你知道 你将走的路 我愿意陪你一起走 大厦江青 田地江湖 左倾慈妖走的路注定万劫不复 他明明手无腹肌之力 最大的愿望就是开家小医馆 每天问诊算账 看能给老婆买多少新衣服 然而他身在江湖 心存未缺 只能一次次的把苏云洛推得更远 他曾发誓说 不会为家国付出半点心血 最后却成了和他爹一样的人 为了这破败山河 舍弃自己 生死有那么重要 是为何而死才重要 傅仙问秦祖 虽然没有逼 却也同样保偿命运弄人的苦果 每次见到你 都是真真切切的喜欢 每次见不到你 又是真真切切的期盼 闻思渊 山水渡宗主 一直在给苏云洛提供药材线索 他本是潇洒的云荡七霞议员 却被郑阳公诬陷 悲伤密沈氏买门的园区 后时十年 改脱坏灭 成为江湖情报局山水渡的宗主 面对沈氏唯一幸存者沈曼清 他暗中赵国 送他蝴蝶灯 甚至舍身犯血 在日常相处中悄悄动了心 但沈曼清从小就被郑阳公收养 他一心报仇 却恨错了人 沈曼清不甘心被困于女子身份 看清自己对文思渊的感情后 勇敢地退婚 表白 可是我喜欢你 可温某 牡丹花下死 看了什么样子 你是牡丹吗 又是一朝花灯璀璨 沈曼清守着一盏无人问津的蝴蝶灯 终于等来了他的文思渊 他却劝说他去嫁给别人 明明答应了四十三刻去抢亲 可即使引到 文思渊为了真相能大白于天下 错过约定 这世间一切 不过选择 你没有选择我 不怪你 四十三刻一国 以往便是陌路 当面门真相被揭露了 沈曼清和文思渊 才终于有机会真正在一起 一怨郎君千岁 一怨郎君千岁 二怨妾身长剑 三怨如同梁上烟 四十多年 万爱两不如 生活都不二不如 三好 四十八 心南走出来的朱易 对中原酒精目的 感谢观看 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话说你就评论我 都不干你就点个赞